吹哨者公布内脏的资料 高宏安涉嫌贪污和诈领助理费 过去的谎言一一戳破 民进党新主持人候选人 省会宏大动作开记者会 就是要对手高宏安别再闪躲 把话说清楚 高宏安的办公室要求员工每月 违捐薪资甚至低薪高报 把高宏安可能涉及的不法案件 一一列出来 还指控高宏安之前开记者会的说辞 和被爆出的证据根本矛盾 高宏安助理薪水上缴争议 始终无法拿出实证 让日盈捡到枪 痛批高宏安诚信很有问题 事实如何还有待司法厘清 但如果高宏当选了却吃上官司 那就算得到市长大位 也未必坐得稳 县市首长的候选人 涉及到违反贪污资罪条例 或者是涉及到刑事案件 被处一年以上的有期突袭 依照我们刑法三十七条的规定 是可以耻夺公权证明犯罪行为人 这种状况下面因为被耻夺公权 即便后来选上了县市首长 也没有办法继续担任县市首长 虽然实务上类似的司法案件 定验都要旷日费时 只是如果新市长被司法缠身 无法专心市政 恐怕也不是选民乐见的状况 三新新闻张好一来自新竹采访报道